感恩,感恩所有同事们,还有感恩所有同胞们 我最感恩的就是,遇到Lacenda,还有很多朋友 打赖他们,给我翻身的机会 对吗,Lacenda 其实我一直在追着Yves跟Kelvin 每一个报表,因为我们是代表公司出去的人 所以你每一个报表都写得好好,要做得好好 你真的是用心的做吗 我可以帮助到每一个家长,两个夫妻吵架 两个恩怨,两个字,两三年,没有讲话 可以让他们两个拥抱在我面前哭 然后,可以真的是两个恩爱 然后,过年一个Message给我送过你来 我跟你讲,这种是很什么 我不知道怎样讲,会做到这样的东西 然后,Lacenda跟我讲,我会拿奖 我也是很奇怪,跟我会拿奖 我希望我能够再介绎这一例 我为什么讲到报表要写得好好了 因为,父母未必是陪着那孩子成长 我们可能有一天会离开他 明白吗 那个报表就是陪着那个孩子 那孩子亲自给他报表的孩子的话 孩子自己会看 但是他懂他多少吗,他不明白 所以,你们必须要写好好的在里面给他知道 给他了解他性格是怎样 他怎样处事,他怎样跟人家沟通 我会写鼓励的话 另一方面,因为我自己的肢体是很美的 是我承担 所以,我会把我用我的心 用我的感染去给这个孩子 所以,我的孩子,那些孩子 父母会跟着我去 我带他去幼儿园 带他去每一个 他们像他们潜能在那里 要学习的发展在那里 我会陪着他们去 这个是我的服务 所以,我会 今天我SM给每个顾客 我讲金会会拿奖 我感恩 全部SM回来的是 美玲,你放心,我会支持你 所以,金会这一条路线 你们是没有选错的 感恩 谢谢大家